欢迎大家收看房地产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人的债务水平和拖欠情况正在上升 英国的Persimmon表示 尽管住宅销售有所回升 但2024年的前景高度不确定 Meta禁止使用生成式AI工具制作政治广告 纽约克莱斯勒大厦的所有者Sitner公司的危机 研究表明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使其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角色减小 请大家收看 美国人的债务水平和拖欠情况正在上升 CNN 根据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 美国家庭信用卡逾期付款率在2011年以来达到了最高水平 研究人员表示 考虑到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强劲 逾期付款的增加是令人惊讶和不寻常的 在第三季度 家庭债务增加了1.3% 达到17.29万亿美元 信用卡余额从上一季度增加了480亿美元 达到1.08万亿美元 英国的Persimmon表示 尽管住宅销售有所回升 但2024年的前景高度不确定 路透社 英国房屋建筑商Persimmon宣布 今年将建造的住房数量将超过之前的预期 然而 由于抵押贷款和生活成本的威慑 2024年的市场状况不确定 自10日初以来 该公司的销售情况有所改善 相比同行公司 它处于更积极的位置 该公司预计2023年将建造9500套住房 超过之前的预测9000套 年度营业利润预计将较上年下降约三分之二 Meta禁止使用生成式AI工具制作政治广告 CNN Facebook的母公司Meta宣布 将禁止政治广告商使用其人工智能AI工具 这一决定旨在限制与该技术相关的风险 这些限制也适用于房屋 就业 信贷 健康 制药和金融服务的广告 Meta的生成式AI功能允许广告商自动提出内容改进建议 提高广告效果 此举是出于对AI生成内容可能对民主进程 造成潜在干扰的担忧 并响应了禁止政治广告中的AI深度伪造的呼吁 联邦选举委员会也在考虑对政治广告中使用 AI进行监管或禁止 纽约克莱斯勒大厦的所有者 Signa公司的危机 彭博社 奥地利房地产公司Signa Holding是伦敦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和纽约克莱斯勒大厦的共同所有者 由于净零利率的结束和办公空间需求的下降 该公司正面临房地产危机 该公司模糊的业务结构和对现金的需求使其特别脆弱 汉堡旗舍项目 汉堡旗舰的承包商因拖欠款项而停工 该公司的流动资金已经减少 股东不愿提供进一步的资金 该公司的困境凸显了房地产行业业务崩溃的风险 研究表明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使其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角色减小 彭博社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低迷正在导致该国经济放缓 根据彭博经济学的数据 今年房地产相关需求在最终需求中所占比重较至前几年有所下降 据估计 2021年前9个月房地产相关需求占最终需求的比重为19.4% 较2018年的24.2%有所下降 房地产市场的下滑预计将继续 导致经济增长对该行业的依赖减少 然而 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可能会为其他行业如电动汽车生产 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释放资源 过去三年来 房地产市场一直低迷 销售和投资都在下降 为偿还的房地产贷款也有所下降 表明该行业面临压力 私募股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迷你百万富翁 彭博社 私募股权公司越来越多地瞄准可投资资产 在100万至500万美元之间的富人 已努力使其客户群多样化并增加其管理资产 根据CG Insights的数据 在过去15年中 这一细分市场在美国增长了近60% 面对利率上升和经济不确定性 机构投资者减少对私募股权的敞口 加速了这一趋势 作为回应 私募股权公司正在举办活动 创建学习平台 并提供半流动资金来教育和吸引个人投资者 然而 吸引这一群体存在挑战 包括他们对流动性的偏好 对承诺的担忧 以及对另类投资缺乏了解 私募股权公司还必须遵守有关营销 基金规模和附带权益的法规 黑石集团目前是该领域最大的参与者 占其管理的1万亿美人资产的四分之一 但由于来自其他私募股权公司的竞争 其市场份额已从55%下降到47% 像术资本寻求在中国贷款市场寻找更多机会 包括房地产贷款 彭博社 尽管对中国的投资可行性存在担忧 但Octree Capital Group的联席主席霍华德 马克思表示 该公司将继续投资中国的贷款市场 自2015年以来 Octree一直在中国贷款市场进行投资 马克思称其结果非常令人满意 该公司正在寻找高收益的机会 为投资提供安全编辑 马克思表示 Octree愿意提供以房地产为担保的贷款 即使是在中国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 Octree在全球范围内管理着1830亿美元的资产 房价6个月来首次上涨 BBC 根据英国最大的抵押贷款机构 哈利法克斯Halifax的数据 英国房价在10月份上涨了1.1% 然而 这一增长归因于代售房屋的缺乏 而不是买家需求的增加 整体需求仍然疲软 哈利法克斯预计 由于利率上升和生活成本压力 房价将继续下跌 直到2025年 10月份的房价比2017年同月低3.2% 该银行还指出 首次购房者市场仍然相对强劲 因为购买首套住房 被视为应对租金成本上涨的 有吸引力的选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F提高了 对中国2024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原因是中国政府的刺激措施 彭博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F提高了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现在 INF预计中国的GDP将在2023年增长5.4% 在2024年增长4.6% 比其先前预测高出0.4个百分点 IMF指出 2024年增长放缓 可能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 和外部需求不振所带来的风险 他呼吁中国政府控制房地产市场 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 以提振市场情绪和短期增长前景 IMF的升级预测 跟随了瑞银和摩根大通的类似上调 俄罗斯人对突然涨价的迪败房地产失去兴趣 彭博社 近几个月来 俄罗斯在迪败的房地产购买有所放缓 一些俄罗斯人因卢布贬值而出售房产 另一些人则决定离开迪败 俄罗斯人的兴趣下降 被欧洲人、美国人、中国人和新加坡人的购买增加所抵消 豪华市场受到的冲击最大 俄罗斯人不再购买高价房产 一些俄罗斯买家也试图退出交易 因为支付金额出人意料的增加 中国人民银行高级官员表示 他对中国经济并不太担心 彭博社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庆松表示 他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持乐观态度 他承认全球投资者对经济复苏速度 以及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借贷问题的担忧 张庆松认为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稳定和有前景 他表示 今年经济面临的挑战是暂时的 整体上经济具有韧性 张庆松认为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将逐渐减退 中国旨在建立长期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将房地产行业的困难视为自然的市场清理过程 并强调需要谨慎管理以避免急剧下滑 张庆松认为中国仍有城市化的空间 并且对更大的住房需求强劲 CVC可能也不得不错过1月的IPO窗口 彭博社 CVC Capital Partners面临的挑战 是确保其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成功 这是欧洲收购公司在私募股权发展的转折点上 考虑未来的问题 该公司原计划在11月进行上市 但上周由于市场波动性的担忧 而取消了计划 人们担心在市场波动增加的时候 投资者可能不愿购买未经测试的股票 而且在没有廉价资金的推动下 回报可能会受到影响 因此如果CVC决定进行IPO 就需要确保获得长期投资者和合理的估值 WeWork在空置办公室过剩的情况下申请破产 纽约时报 备受困扰的共享办公空间提供商 WeWork已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总部位于纽约的该公司在新泽西州申请了第11张破产保护 这是其业务的全面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WeWork表示 92%的有担保债务已同意向重组计划 其中包括减少其持有的办公租约数量 此申请不会影响WeWork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特许经营权 WeWork的股价自今年年初以来已下跌超过98% 意大利将从Airbnb中查封8.35亿美元进行税务调查 BBC 一名意大利法官下令查封Airbnb7.795亿欧元8.355亿美元6.768亿英镑 原因是涉嫌逃税 检察官称这家短租巨头未能从房东那里收取约37亿欧元的租金收入税 而根据意大利法律 房东需要对此支付21%的税款 Airbnb表示对此行动感到惊讶和失望 并认为自己一直遵守法律 三名前Airbnb经理也正接受调查 意大利当局一直在加大对在该国运营的大型公司的税务行为的审查力度 香港峰会最新消息 如果房价继续下跌 居住限制可能会放宽 彭博社 香港正在举办一场全球金融峰会 以恢复信心并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到这座城市 这次以复杂性共存为主题的峰会 将有大约300名来自顶级金融公司的高管参加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敦促香港拓展东盟和中东市场扩大其网络 他还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非常重视香港的发展 并将帮助维护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的抵押贷款违约率较低 如果房价继续下跌 香港可能会放宽支持房地产市场的措施 尽管当前环境不确定性较高 但高收益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安全避风港 特别是在固定收益和信用投资方面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欢迎收看今天的简报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美国的情况 根据最新数据 美国家庭的信用卡与期付款率 达到了自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一增加是意外的 尤其是在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相对强劲的情况下 同时 美国家庭的债务水平也在上升 这引起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担忧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英国的情况 英国的房屋建筑商 Persimmon表示 虽然住宅销售有所回升 但2024年的前景高度不确定 这主要是由于抵押贷款和生活成本的压力所引起的 即使如此 Persimmon今年的建造计划超出了预期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然而 他们预计2023年的营业利润将下降约三分之二 在科技方面 Meta公司宣布禁止政治广告商使用其人工智能工具 这是对AI生成内容可能对民主进程造成的潜在干扰的回应 这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也是保护选举过程的一部分 在房地产方面 奥地利的Signa公司面临着房地产危机 由于利率上升和办公空间需求下降 该公司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 这种困境凸显了房地产行业的风险 在中国 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正在导致经济增长减缓 房地产相关需求在最终需求中所占比重下降 这将减少对该行业的依赖 然而 这也可能为其他行业释放资源 例如电动汽车生产 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 私募股权公司也越来越受到迷你百万富翁的吸引 这一趋势主要是由于机构投资者减少对私募股权的投资 为了吸引这一群体 私募股权公司正在举办活动 创建学习平台 并提供半流动资金来吸引个人投资者 在中国 Octuary Capital Group的联席主席霍华德 马克思表示 尽管对中国的投资存在一些担忧 但该公司将继续投资中国的贷款市场 他表示 Octuary愿意提供以房地产为担保的贷款 即使是在中国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 在英国 房价在六个月来首次上涨 但这是由于代售房屋的减少 而不是买家需求的增加 哈利法克斯预计 由于利率上升和生活成本压力 房价将继续下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提高了对中国2024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原因是中国政府的刺激措施 然而 IMF也提到了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外部需求不振 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风险 在迪拜 俄罗斯人对房地产的购买兴趣有所下降 一些俄罗斯人因为卢布贬值而出售房产 不过 这一下降被来自其他国家的购买增加所抵消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的情况 香港正在举办一场全球金融峰会 以恢复信心并吸引国际投资者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敦促香港拓展东盟和中东市场 并表示 中国将帮助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同时 香港可能会放宽对房地产市场的支持措施 以应对房价的下跌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和我的观点 现在轮到你们了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呢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留学院呢 怎么办 一大早稀约 大早稀约